7月6号槟城双西八甲补选投票日 团队阵营和国门一对一单挑 鹿死谁手 很快就会揭晓 不过华社对于这次补选的关注度并不高 跟5月11号的雪州新骨毛补选相比的话 更是大为减少 如果你过去两个礼拜都没有跟进到消息 没有关系 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帮你快速地画重点 梳理N20双西八甲补选竞选过程当中 值得一提的二三式 在稍显冷静的竞选氛围当中 双方阵营在这次博选主要所讨论的课题 不外乎就是困扰槟城居民多年的水公课题 以及候选人的学历 还有一些全国性的课题 团结阵营这一方 因为代表公正党出战的候选人祖哈里 是一名拥有博士学位的前老师 因此精英形象就成为了他的主打哥 对于国门伊斯兰党候选人阿比丁的学历 则落了下风 只著名中小学教育背景 面对公众质疑 国盟精选主任沙努西就为阿比丁背书了 强调学历不是评断政治人物好坏的唯一标准 而身为已故原人议员诺战比里的特别助理 阿比丁在这一次补选亮出了服务牌 承诺如果成功守土 将会延续已故议员过去的职责 比完了个人的履历 接着来看一看地方性的议题 这一次双七八甲补选的舆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水工 不少居民申诉过去多年来当地常常发生无预警的间接性断水 而这一类反映集体民怨的课题 反对党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而身为击打州大臣的沙努西 更现意冰城可以向集大来买净水 借此来调侃冰州政府管理不力 而实际上 由于冰州水工高度仰赖北部的穆达河 一旦河水遭受污染或者是出现任何的意外 州内的水源就会受到波及 位于南端的双七八甲 因为距离的关系 确实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因此当局打算南水北调 从霹雳河运输原水到冰城 而首先安华日前也宣布了 政府原则上同意批准这项耗资 41令吉的计划 给当地居民绍兴 但有部分人是质疑了 首相偏偏在补选前来做出这项宣布 似乎是有不纯的动机 至于全国性的课题 职重的一方基本上是只有挨打的份 针对性柴油补贴 生活成本 人民经济压力 以及出售大马机场控股公司股份的争议 都是国盟在双七八甲政治讲座当中 猛攻的议题 通过激起名分 呼吁人们用选票给团结政府一个教训 说到了宣传方式 两方的候选人都已经公布了竞选宣言 主题分别是爬赌还有科长 两个人都共同提到了基建设施和照顾全民福祉 少有不同的是 新门方面承诺为青年开设免费学习班提升教育 国盟则承诺设服务中心扶持弱势群体 以及提升就业机会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 两个阵营所使出的宣传手段 在竞选期间 公正党策略局主任阿克马纳西 公开地向沙努西发出踢足球的邀约 试图用球赛拉近和当地民众的距离 原本以为这场足球之战是踢不成了 因为阿克马说这个沙努西设下了这个附加条件 要求只有YB才能够成为参赛的队员 但最后沙努西还是带着人马来到了球场 完成了和阿克马纳西尔的友谊赛 双方也趁机赚了一波流量 说到了宣传就不得不提公正党候选人祖哈里 借话题人物宣传的手法 找来了所谓一对一单挑事件的两名主角 拍摄竞选宣传片 祖哈里释出的Part 1 20秒影片 是印尼男子英迪拉 手持头盔和菜刀 上门挑战华裔杂货店店主吴叶蓉 再来一场君子之战 这一部影片让不少人误以为 说印尼男是真的来闹事的 但其实还有Part 2 在完整版的视频当中 可以看到候选人祖哈里上前劝架 然后画风一转 印尼男解释说这一次的One by One 一对一单挑 是指一起来吃榴莲 而华乌印三个人 最后也上演了大团结的戏码 我们先不论观众看了视频之后的观感 但两部短视频确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远远超过了自家政治讲座直播的观看数 也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位来自西蒙的候选人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数据 已故元任双吸八甲周一元诺战比利 在2023年六周周选当中 是以1563张多数票攻下双吸八甲的 因此这一次补选对国盟或者是团结阵营来说 都没有绝对的优势 外界一般是以五五波来形容 不过公正党梳理主席拉斐兹最近就有说了 内部的调查显示 马来选民对已故双吸八甲一元诺战比利 任内的表现满意度从76%下滑到48% 换言之 打着捍卫已故一元席位的旗帜 不见得能够为国盟加分 另一边乡 伊斯兰党兵州主席穆罕默弗弗兹 引述国盟候选人选区走动反馈说 各族人民支持率一直攀升 华应议也给出了正面的反应 在他看来用绿朝恐吓人民的手段已经过时 另外还有一项由雪州智库 大陆益山研究所伊得释出的民意调查 也引起关注 伊得从6月19号到6月22号 也就是补选的提名日当天 访问了786名选民 来掌握当地选民的政党支持倾向 结果显示 53.2%受访者支持西蒙国阵 43%受访者支持国盟 剩余的3.8%则还在观望 当然政党在投票日前得到的支持率 不代表就已经获得胜利 因为结果还得看投票率 以及各阵营能够催出多少的支持者 出来投票 而双西八甲39279名合格选民的 最终选择出路之后 或将被视为绿朝延续与否的指标 还有反映出人民对团结政府的支持率 最终的实力量 以及无法信息 与否则想交官 公主�니다 反映出人民帮 drawn 作集容 入国盟名工 divided